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你在洗澡 因為你在看書 沒有 我在馬桶上面看書 然後有一個人偷看我 我就說你 我在上廁所 你不要開門 但不對 你看裡面有穿褲子 對 我喜歡躲在廁所裡面 所以他除了衣櫃 除了衣櫃 可是你如果真的把褲子脫下來 好像也 我覺得也先不到 會大賣 不然你應該趴到這裡 我們大家就不會討論這個部分 但因為褲子很好看 還是想要露一下 但是為了要看得到褲子就對了 所以你其實還是有在練身材的 現在已經沒有那個時候 肌肉量這麼大 因為我是拍完之後 馬上接著真心指甲拍攝 然後我在拍攝 我就瘦5公斤 我初期真的壓力很大 而且每天拍每天拍 就是飯 因為我本來就異瘦體質 飯也沒有吃好 他很了解我 他是在我們幾個裡面 最容易消耗體熱量的人 為什麼 我正常吃三餐就會瘦 對 所以我們跟他吃飯 我不正常吃三餐就會瘦 你到底得了什麼 必可以傳染一下吧 不是 我跟你講一件很好笑的事情 就是我之前就是有一次 因為我身體 我就覺得我身體構造很奇怪 我就用個電子襯 然後就放在那邊 冬天 然後大概半夜的時候 我就先量 好 65公斤 我就冬天 我就慢慢的走 不消耗熱量的走 走到那個廚房 拿了一碗泡麵 泡完之後 泡好 坐著吃完它 湯喝掉再量 64.7 他的意思就是說 他泡泡麵跟走過去的那個 在吃完的過程中就變瘦了 太不可思議了 不可思議了 我覺得你們家磅聲壞掉 我覺得我裡面可能會有一度空間 我覺得你大概兩餐不吃 你就會直接消失 好可怕 這全部都不見了 我也好想擁有這個技能 我要瘦 我一個禮拜瘦兩三公斤 是很簡單的事情 天啊 我要瘦的 非常簡單 你這樣講出來 大家會很討厭你 我們當初就很討厭他 對啊 其實你們兩個原本一樣 結果這個就是越來越壯 因為看起來敵恩是比較壯 敵恩原本就是 你吃少量就會胖 我吃少量就會 而且我只要動一下 肌肉就會變大 而且敵恩是練武器材 就是他健身只要稍微練一下 他的肌肉量本來就很足 對 然後我可能就 因為要健身要維持身材 我要少量多餐 然後他是大量多餐 我是多量多餐 我跟你講我之前生胖 每天吃五六餐 然後就得了一個感冒 然後就瘦回來 我兩個月的努力都沒了 全美 這個我記得 因為我們以前晚上會一起去打球 然後我們打完球之後 就突然看到孫悅悅 就不知道從哪裡 就生出兩袋麥當勞 對 我連打球 我跟你講打球會變瘦 因為打球我會流汗 我就會覺得我要瘦了 我就得去買一些巧克力 麥當勞 什麼香蕉 就是我在打的途中要補充 要不然我打完回去我就瘦了 他只要汗從這邊流下來 就發現我要瘦了 我要瘦了 然後立刻就去瘦了 他剛把汗吃回去 他把他舔回去 那你上廁所就會瘦了 對 就要馬上 壓力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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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喔 你是怎麼練就壯 怎麼練都壯 對 可以看一下嗎 先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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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電視機前的李小姐 她想看 電視機前的李小姐 李小姐是誰 你願意就是有一些 你知道健身的姿勢 健身的姿勢 我覺得去粉專看好了 你粉專有在分享是不是 因為剛好一個多月前 我有拍一個雜誌的內容 剛好有就是脫上衣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那一陣子只有 一個禮拜運動三天吧 兩個禮拜之後就馬上拍攝 然後就很快 那你拍攝前還會再多做一些 伏地挺身 像那個肌肉 瞬間有限 那一定要 一定要的是不是 我在拍之前也會做 是嗎 我在拍攝這本寫真的時候 其實也是前面好幾個月的時間 也是密集的訓練 然後在拍之前再做這樣子 所以他的意思是 他就是錄在旁邊上 沒有啦 這個沒有 這個不用 再推不一定身 不過他真的很厲害 因為其實我健身的時間 是比迪恩長的 然後之前他剛開始練的時候 我還帶他練 然後我還想說 迪恩你怎麼推那麼輕 你這麼大隻 我大概10公斤吧 對啊 然後還胸推 胸推真的很弱 然後還帶他練練練練 結果練了兩三個月 已經比我強了 對啊 他感覺比你大隻耶 對啊 就很快 每個人身體不一樣 對 每個人身體不一樣 你說他很宅 怎麼個宅法 怎麼宅法 因為宅有很多種宅法 有些人就是愛睡覺 有些人打電動 有些人 他很綜合 他平常沒事沒有工作的話 就是在家可能看漫畫 打手遊 甚至我們 他有一種非常入迷的狀態 就是他非常沉浸 在吃飯的時候 可能在看漫畫 不然吃完飯他在聊天 他可能在打手遊 下一場可能走來走去 他就在拿著手機這樣看 你們是不是感情不太好 你們有住在一起過是不是 沒有住在一起過 但是幾乎 之前發片的宣傳其實是天天在一起 一個月在一起28天吧 所以他就是很常在自己的世界裡 就對了 我是啊 而且我真的很摘 那如果打擾到你的話 你會生氣嗎 還好 但是我通常都活在自己的世界裡面 你就跟我講話就是 其實這是真的 他也知道啊 我們連打籃球 他都在自己的世界 打籃球還在看手機是不是 對 可能就是已經打完了 然後他就突然還是很激烈 你自己打籃球 也活在自己的世界裡 我跟你講 衰奇君打籃球的時候 他會自己幫自己加速 加什麼 我會有一些口齒 對 他自己 他自己譬如說他運球 他要衝刺少年的時候 他會 就是幫自己配音 你知道 要嘛也是損你損你 要出去 以前小時候看那些武打片 都會那種那種 你會幫自己配音 那這樣很有趣 對 而且就是 而且我們打球就會 一點也不嚴肅 不是很像嗎 打球很幽默 你們之後是同一隊還是會 都有 都有 那誰比較強 其實齊君還有他 他要加速 他很厲害 加速 我最爛 然後我覺得齊君是 基本動作很紮實 然後敵人是 他的爆發力很強 他就是籃板什麼 強不贏他 你也會 強籃板嗎 就是要加一些 整個球場上 如果我們一隊的話 就是一個音樂隊 好棒喔 如果再加一點節奏 就有那節奏性 我覺得我會想去看你們打籃球 其實我們是一個 阿卡貝拉群好不好 對 這是一個合成團 只在球場表演 好有趣 那你呢 你也宅嗎 算是宅男嗎 我算是 因為平常就健身房 全館 然後沒事的話 可能泡咖啡廳 運動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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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可能自己去登山或幹嘛 但每一次想要看什麼 比較能夠讓自己放鬆的漫畫 就會拿 親哥 最近有沒有推薦的漫畫 對啊 好多人都好喜歡問我 你本身是開漫畫店嗎 你家裡是有很多漫畫 看過非常多漫畫 我以前有收集過 但後來我媽都叫我拿去捐掉 然後你就聽話 對 而且我以前的零用錢 都會藏在漫畫的裡面之外 然後有時候重看 看一看 就準備500塊 小驚喜 小驚喜 怎麼這麼特別